这是上海松江九亭镇康庭小区的居民们 集体高喊口号抗议政府不作为 随后多辆警车来到小区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与抗议民众发生了肢体冲突 我砸起来了 我砸起来了 现场一片混乱 许多年轻人愤怒地谴责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大白打人 4月9号 九亭镇康庭小区居民李女士介绍说 他们小区从3月22号彻底封控 居民断粮求助无门 居委也联系不上 昨天晚上不是康庭小区 一个小区吧 很多小区都在抗议都闹得挺大的 真的是买不到菜连颗葱都抢不到 因为管控的时候到5号就解封嘛 就包括我自己家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吃的 而且我还是个孕妇 李女士说 前几天就有居民喊发物资 没人理 昨晚一名业主要出门买菜 被防疫人员拦下拉扯 其他居民也很饥饿 所以集体下楼要物资 昨天晚上现在有的都跟警察打起来 跟大白打起来 好多小区都闹得特别凶 就是在门口敲锣打碗的那一种 拿个东西在那里敲 在那里喊发物资 因为关的太久了 真的是没有没有东西吃 而且很多可能就物资都被拿来卖了 现在基本上是生活没有保障的 松江区九亭镇项羽品城的居民 也因集体抗疫药物资 遭到当局大喇叭喊话恐吓 新唐人记者9号联系松江区公安分局 对方回应事件正在处理中 新唐人记者李韵 李珊珊 陈杰采访报道